大家好,我是袁慈 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兴奋地对同学说 她的姐姐又怀孕了 但他们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她哪一个亲哥哥 还说马上就轮到他了 此番言论一出几乎惊掉了周围所有同学的下巴 也牵扯出了一桩震惊全球的家族农场乱伦案 原来我生了我妈这么奇葩的事并不是希腊神话 而是真实地发生在文明社会澳大利亚 这个化名为科尔特的家族 简直是将肥血不溜外人田发挥到了极致 这祖孙四代四十口人在过去的六十年里 竟然一直在内部繁衍 以至十二名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智障和畸形 那么他们究竟做了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呢 2012年7月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警方接到了当地居民的保安 称郊外的一处小山坡上住着一户行为诡异的人家 这家人从来不参与社区劳动 住的地方臭气熏天 隔老远都能闻到一股排泄物的味道 而且他从未见过这家的几个孩子上学 接到电话后调查人员立刻赶到了事发地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一家四十口人挤在一个集装箱 一辆旅行车和一顶破旧不堪的木棚 组成的生活区里 难民营都比这里豪华 这里没有水电和厕所 厨房也脏乱不堪 冰箱里的蔬菜已经腐烂 老鼠在床上跳来跳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们饲养的宠物 更令人揪心的是 这个家族12名年龄在5至15岁之间的孩子 身上脏兮兮的 如同乞丐一般 而且个个骨瘦如柴 有的不会说话 有的患有听力障碍 还有的甚至出现了面部畸形 据说他们不会洗澡 也没有卫生纸可用 平时就睡在排泄物和垃圾旁边 几乎每个孩子都有真菌感染和严重的阴阳不良 更不可思议的是 一个年仅7岁的小女孩 居然紧紧地搂住了一位来讽人员的脖子 亲吻她的嘴唇 她说这是他们家族成员表达友好的传统方式 如果调查人员愿意 她还可以跟她体液交换 粘膜摩擦 蛋白注射 因为她在5岁那年就和哥哥一起做了爱做的事 女孩怪异的举动和毫无底线的言论 引起了调查人员的高度重视 经过深入调查后 一个惊天秘密终于公之于众 我们先来简单地梳理一下这家人错综复杂的关系 保证比你看过的导国爱情动作片还要夸张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蒂姆 但她已经于2009年去世了 她的妻子名为穷 如今也已经去世 而这个穷居然是蒂姆的亲妹妹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的神奇行为是祖传的 这兄妹俩于1966年结婚 并在70年代从新西兰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她们一共生下了七名儿女 其中两个幸运的夭折了 不然她们就要和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一样 过上幸福生活了 蒂姆的三个女儿分别为朗达 贝蒂和马莎 蒂姆祸害完自己的亲妹妹就算了 这个禽兽居然连自己的女儿都不放过 自己祸害完女儿就算了 她还教授三个女儿和儿子们发生关系 然后又以这种方式生下了第三代的孩子 据说大女儿朗达生了五个孩子 小女儿马莎生了六个孩子 摇折了一个还生下五个 而二女儿贝蒂总共生了13个孩子 这个产量养猪大户看了都得向她取经 虽然这时大家已经分不清 这些孩子的父亲究竟是他们的爷爷 还是他们的舅舅了 但这还不算完 蒂姆这个老东西居然连自己的孙女都不放过 她还和贝蒂的女儿雷琳 生下了一名女孩名叫金伯利 也就是说现在蒂姆既是自己孙女雷琳的爷爷 同时又是她的爸爸 还兼任她的老公 蒂姆的孙女雷琳这下变成了自己母亲后妈 而贝蒂和雷琳两个人既是母女 又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对于金伯利来说就更复杂了 蒂姆既是她的曾祖父 又是她的爷爷 还是她的父亲 她与贝蒂和雷琳 既是祖孙三代 又互为同父异母的姐妹 真是不知道以后金伯利 该怎么向别人介绍自己的母亲 呃 这位是我妈 也是我姐姐 还是我舅妈 太乱了 理不清楚了 你说这家人关系这么乱 他们之间就不会尴尬吗 并不会 因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蒂姆的洗脑式教育 蒂姆告诉他们 体液交换 黏膜摩擦 蛋白注射是家人之间表达爱意的方式 更难以想象的是 其中一个小女孩曾一丝不挂地被绑在树上 给男孩子们玩弄 两个女孩还曾被自己的三个哥哥展示过成人杂志 她们之间 席胸 护咬 种植草莓等行为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并且弟母不让他们与外界接触 为了维持生计 偶尔允许两个男人外出干活 补贴家用 其他成员则基本不出门 上学 想都不要想 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中长大 一些孩子难免出现心理问题 有补个男孩承认 自己常常会去折磨动物 并且割掉他们的 以此作为消遣 为了掩人耳目 他们一家人以乐队巡演的方式 在维多利亚州 西澳大利亚州 南澳大利亚州 和北领地之间流窜作案 还创作了一首名为 《相亲相爱一家人》的歌曲 期间若是有女孩不幸怀孕 就会跑到农场里偷偷流产 因为怕会引起怀疑 所以他们不能去医院 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孩子生下来了 他们就会宣称 孩子的父亲是某个前来澳大利亚工作 或是旅游的背包客 时间到了2015年 17岁的佩特拉 因为一些事和妈妈吵了一架 气冲冲地出了门 结果她刚一出门 就被躲在一旁灌木丛的 亲叔叔弗兰克 同时也是她同父异母的亲哥哥 一把拽主 拖上了她的汽车后座 当时弗兰克正直壮年 一个17岁的少女 显然不是她的对手 佩特拉被抓住以后 无力反抗 只能任由七百步 弗兰克把她的衣服扔出了车窗 一边玷污她 一边大骂她 诸狗不如 忘恩负义 她究竟做了什么 弗兰克要这样对待她呢 原来在2013年的时候 佩特拉大义灭情 曝光了自己的家人 她报案称 自己一直生活在一个邪恶的组织里 她所有的阿姨 叔叔和兄弟姐妹 都毫不避讳地睡在一起 自己不仅从未上过学 而且还时常遭受来自家人的各种虐待 但由于当时她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而且反复修改证词 所以最终未能立案 因为她的叔叔阿姨们曾威胁她 要是敢把家里的事说出去 就请她吃花生米 于是佩特拉选择了忍气吞声 不过直到2018年 弗兰克才被捕入狱 同时贝蒂等人也遭到了拘捕 但弗兰克在听证会上始终保持沉默 而该事件中所涉及的成年女性 也都否认了自己的乱伦行为 并对法庭上出示的亲子鉴定报告提出异议 即使我的女儿既是我的姐妹又是我的后妈 还有可能是我的弟媳 但我们依然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即使我们的孩子 嘴歪眼斜 智力低下 身上长满牛皮险 但并不代表她是乱伦的场物 我们没有罪 我们是无辜的 2022年5月10日 弗兰克等人终于背叛有罪 至此 这场持续了半个世纪 史上最奇葩的澳洲家族乱伦史 终于画上了句号 成年人会受到应有的制裁 而那些可怜的孩子们 被送至了儿童福利机构 在护工们的细心照顾下 终将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 不过那些施暴者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帮我点赞转发评论 感谢你的支持